七夕情人节啊 你如果没有把你身边那个人啊 好好的伺候跟拜好的话 那他发起风来 是比女鬼还要磕爬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七夕情人节呢 我们要送巧克力 我们应该要送什么样子的巧克力 搭配什么样子的礼物 对于你身边的人呢 是比较好的安排 好大家好 再过一个月呢 我们就要进入鬼月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鬼故事 啊没没没 我们今天来讲 七夕情人节要送什么礼物 七夕情人节啊 你如果没有把你身边那个人啊 好好的伺候跟拜好的话 那他发起风来 是比女鬼还要磕爬的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 七夕情人节呢 我们要送巧克力 我们应该要送什么样子的巧克力 搭配什么样子的礼物 对于你身边的人呢 是比较好的安排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会准备巧克力 对不对 那巧克力上面呢 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变化 然后呢 不能只有巧克力 还要搭配一些礼物 那今年呢流年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今年所有人的流年父亲都在这里 这会表示说今年所有人 你对感情的期待向往跟态度 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要准备他喜欢的东西 当然要看看 他今年对于感情的期待是什么 我们现在都讲女生啦 都女生判 男生大概 比较少数啦 会收到礼物这种私信 所以这个影片呢全部讲女生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会有哪些组合呢 基本上会有六种组合 然后他会有颠倒的状况 如果说呢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他有可能会出现太阳在这边 或天亮在这边 或是他颠倒过来 如果说是太阳在这里 天亮在这里的话呢 若现的太阳呢 对公又是天亮的话 这通常都是我们常在说呢 这是那种好女人心态 他只希望跟你在一起 可以照顾好你 可以你平安快乐 这一组啊其实基本上呢 是最简单的 如果太阳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心意有到就好了 还不错的巧克力 包装樸实而精美 然后呢让他觉得 在送礼的过程中间呢 你还会顺便告诉他说啊 今年我们只能送这个小小的 但是未来呢 那个我们可以呢 有更远大的目标 那因为他对公有天亮 所以啊最好去买那种 譬如说这个企业呢 本来就有在行善跟赞助 供应活动了啦 他会更觉得说 哇你这个人很棒很有意义 那如果说天狼在这边 太阳在这里的时候呢 因为太阳是望位 因此啊这个时候他会 有比较多希望主导的意见 刚刚的那个太阳落险的套路 依然可用 但是呢如果当太阳在望位的时候呢 时间还没有到之前 多旁交侧击一下 看看他最近关心的是什么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呢 那这个很大的重点是啊 要去买知名的品牌 知名牌不见得要贵 但是呢要是稍微具有知名度的品牌 又是望位的太阳 他会觉得说希望啊 他所收到的东西啊 要有一点点尊容感的 那这个呢是太阳天亮的这一组 那下一组是什么 下一组是天机跟巨门 天机跟巨门呢 如果是天机星在这里 巨门星在这边 太阳是落险位 这时候的巨门是阴暗的 所以他会不断的给你各种暗示说 他其实想要做什么 跟其实他想要什么 如果你没有猜测出来的话 没关系 掌握一个重点就是啊 第一 要好吃 第二 天机星呢 要不一样 也就是说呢 他不会想要那一种 他本来就已经知道了 比如说一般我们通俗知道的 Goliva 金沙 你要去买那种非大众的品牌 小众而特殊的 但是要口味要好的 那如果说呢 他是巨门在这边 而天机在这里呢 他其实在今年的感情上面 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存在 尤其是今年这边会有之情仰 这就是为什么 今年的贡品准备要够的原因 不然的话今年是一个很快就恋爱 跟很快就分手的年 所以呢 如果巨门在这边有情仰在这里的话 今年很容易啊 会跟另外一半会有些争吵 因此呢 好吃的巧克力 好吃的蛋糕 再加上呢 对公的天机 搭配上一些他意想不到的礼物 这个礼物呢 通常会比较偏向一点点的功能性 比如说手表啦 平常用得到的一些工具啊 这个会让他觉得说 你有在生活上有注意到他的需要 有关心到他的需要 居民在这边太阳是妄为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希望啊 那个巧克力呢是 或是那个蛋糕呢 是要是浮华一点的 有创意一点的 让他在办公室里面一打开 大家就会说哇 你男朋友好棒哦 最终的 来满足他内心 在今年对情感的那种不安 下一组呢 小太阳天童 太阳天童呢 如果在这边的话 他对面会是空宫 如果你在对面这里啊 有文昌文曲 或者是四煞活灵羊托任何一个 那你表示说你的太阳天童呢 就会好好坐在这里 这边呢基本上啊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太阳天童借过来的 如果没有这些文昌文曲或者是活灵羊托四煞 那这个太阳天童可以借过来 太阳一借过来之后 太阳是弱线味 那太阳跟天童呢放在一起呢 都属于啊 重吃重享受的人 我会建议说在送上贡品的同时 要搭配美丽的餐厅 以及一个小小的温馨的旅行 找一个温馨的舒服的饭店 然后搭配上一顿温馨的晚餐 再送上一个好的蛋糕 一个巧克力蛋糕 甜蜜蜜的 这个基本上呢就可以满足了他 如果说他这边不能被借过来 他可能呢需要一些惊喜 你在这个送礼的过程中间呢 可以给予他很清楚的明确的表白说 哎呀那个未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让他觉得他有被照顾跟呵护到 如果说我的太阳天童在这边 而我这边呢是空宫的话 基本上呢不管我在这里或在这里 只要对面是空宫 操作的逻辑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如果说我太阳天童在这里 而这边呢是空宫 但是里面呢有火星零星 有文昌文曲的话呢 那就表示这个不能借过来 那如果是这一组的话呢 基本上呢他今年在感情上面 会有比较多的这一种乱七八糟的想象 或者说可能呢在今年呢 他身边的追求者也会比较多 所以啊你今年啊除了刚刚我们操作那一套 温馨的旅行 美好的环境 好吃的一餐 甜甜香嫩的蛋糕之外呢 可能还要再增加一些礼物 他生活上面可以用得到的东西 比如说首饰啊 比如说衣服这类的礼物 来搭配刚刚整个套路 那他可能就会比较喜欢一点 吴辅跟七萨 吴辅在这边七萨在这里 那以吴辅跟七萨来讲呢 坦白说这一组 他在今年的情感上面呢 会是最务实的一组 那最务实的一组呢 我每次都看到一下讲 碰到吴许昕啊 不管他在命宫或复其宫的 送礼呢 其实啊直接送红包是最简单的 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时候啊 物美价廉的蛋糕 然后再加上一个大红包 对于这一组的人来讲呢 绝对就会非常的开心 简单相当多 如果说他七萨在这边 对公司无福呢 通常啊 操作的方法也是这个样子 你可能要多跟他聊一些啊 我今年送你五万块的红包 只要你愿意好好跟我在一起 明年我们每一年加码一万块之类的 让他有一个更多未来的期待 紫薇跟贪狼这一处 紫薇在这边 贪狼在这里 紫薇在夫妻宫 他在情感上面 今年一定希望 得到非常遵从的感觉 尤其当紫薇星对公司贪狼的时候 他会希望啊 那个尊重感啊 要有各式各样 不一样的地方来让他感受 因为对公司贪狼嘛 那贪狼也会代表桃花星 当然也代表人际 所以呢 送礼的重点就是啊 一定要送到啊 他身边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他在办公大楼里面 千万不要送到他们公司 一定要送到管理室就好了 然后不要写清楚 只要写名字 所以每一个下楼的人都会被管理员问一下说 啊请问一下哦 这个很漂亮的蛋糕到底是谁的 那全公司都知道说 他今天收到蛋糕了 再来呢搭配一大束漂亮的花 放在管理室呢 让人不能不看到他 存在感十足 那他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巧克力或者是蛋糕的选择呢 感觉起来高雅的 然后特别的 重点是要让他觉得整个过程中间呢 是得到很大的尊荣的 然后是让大家羡慕他的 让大家觉得说哇 你怎么有办法收到这么大一束花 如果说呢他是贪狼在这里 而紫威在这边呢 那除了刚刚的操作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贪狼信号要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不晓得说 贪狼其实啊 因为他薄削 所以贪狼其实呢 他是会需要一点文化气息的 所以要给他一点点虚滑的文清风 这样子呢再搭配刚刚说的 要全公司人都知道 就会非常的棒 联向跟破均 破均在这边联向在对公的时候呢 他会要的一定是那种啊 大破大力 非常热情跟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情人节 这个时候不管你是送巧克力 还是送蛋糕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啊 重点都是点缀 而你真正要给他的呢 是整个情人节的场合啊 是本来没有去经历过的 对他来讲呢 是很不可思议的旅程 譬如说带他去 他从来都没有想象到或去过的地方 但是要注意到一点是因为 对公是联向 所以呢 联向的人啊 会在表面上展现出一副那种 我一切都很保守哦 我一切都很乖哦 可是呢 实际上他就是个闷骚的人 所以要打破他那个外表看起来啊 一切都要照规矩来的形象 然后撩起他内心闷骚的那个店 那这个时候呢 再送上一个很特别的巧克力 如果这边是联向 而对公是破均呢 这边有只羊 联向只要跟羊放在一起 这在某一些情况之下 会有所谓的 犯官非迹象 那其实所谓的犯官非就是 你会打破一些原则跟守则 也就表示说你的这个另外一半呢 他希望啊 他今年的感情啊 要能够打破以往的状况 就是要去做一些 让他觉得啊 他平常不敢去做 可是今年你带着他去冒陷 这样的事情 所以所挑选的 不管是蛋糕或是巧克力 都要是那种很特殊口味的 才会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毕竟他是联向 所以啊 不管是送什么 你都不可以啊 去用假的东西 或者去说假的话 或者是去欺骗他 那这样子就刚好去硬核 今天有一只羊在这里 他知道了之后 他就准备跟你分手了 这个是啊 今年啊 大家在情年节上面 要注意的事情 也顺便跟大家讲啊 我在8月下旬将要出一本 新的直播攻略 这一次是爱情攻略 教大家怎么谈恋爱 那因此呢 我们呢 会跟网路上非常有名的 齐子公爵蛋糕 他们在情人节 推出的三四种巧克力 来做合作 只要去买他们的巧克力呢 就可以得到 我们所有的课程的折价券 买他们的巧克力呢 你来上课呢 我们就会大折 那他们的巧克力呢 也就符合了 他不算是一般普罗大折 通俗品牌 他是有一点文清风 老板总是会用很有特色的口味 去做他的蛋糕 或者是巧克力 口碑是相当相当好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呢 这个老板呢 也常常跟着我们一起做公益 帮助偏向小孩 大家可以在需要送礼的时候呢 考虑一下 齐子公爵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啊 今年啊 大家是一个容易犯官非的年 我们有网友跟我们反映啊 他们去搜寻我们学会的名称 ISZN 国际指挥学会 结果却发现啊 有一个Google的广告连结 他叫ISZN 控格指挥控格学会 点进去之后呢 赫然发现啊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上面呢 居然是著名的电视命理大师 张维忠他的算命网站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这一定是他去利用这种关键式搜寻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打上 跟我们一样的名字 ISZN国际指挥学会 所以他必须要利用这种搜寻的原则 他要做控格 但在一般人看起来 他还是我们学会的名字 ISZN国际指挥学会 但是他利用这样下广告的方式 点进去却是他自己的命理网站 这个坦白说张维忠先生 这实在是一个 如果你这么喜欢 学会你要不要直接来加入 你再来加入的话呢 你是学会的会员 你爱怎么用学会的名义去做广告 我们都不会拦住 但是你又不是学会的成员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下广告 没有错 这虽然可能是网路世界 很多人的操作手法 但是直接把我们的学会名字打上去 以你这么有名的一个人 你居然还做这样的事情 拜托命理界已经很可怜了 到处大家都觉得命理是不能相信 基本上我们希望你至少做的事情行为 不要有这种惹人争议的状况 而且这个学会不是我一个人的 你这样等于侵犯到 学会其他成员跟命理师的权益 希望张维忠先生 我们在一场合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也发了纯正信函 希望这个事情你可以停失了 然后也希望你能够有个好的说明 否则这样误导了很多很多的消费者 你用你自己的名字就好了 干嘛用到我们学会的名字呢 那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身为你也算是有知名人物 那做这样的事情其实相当的可吃 OK 总之做生意是这样子 浮关一条线 感情不能用欺骗的 但是做生意尤其是不幸 用这样欺骗的方式是很糟糕的事情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过青春节 然后好好祭拜 好好的伺候自己身边的爱人 不要骗他哦 否则被人家抓到了 就好像张维忠被我们抓到了一样 这样是很不好的行为 谢谢大家